虽然目前罹患失智症 一旦确诊 全疫的机会偏低 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像是积极运动 均衡饮食 健脑训练 社交活动等等方式 还是能够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质 减轻家属的照顾负担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每次30分钟以上 一周至少5次 像是健走 游泳 骑脚踏车等运动 都会很有帮助 另外要多动脑 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唱歌 阅读 书写等活动 都能够刺激脑力 改善认知的功能 进而活化大脑 防止脑部的机能衰退 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爱记得哦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电话02-2332-0992 今年是南山人寿60周年 我们与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共同发表黄金六十幸福指南 为自己的健康及预防失智症做准备 我们邀请您一起共创失智友善未来 为台湾高龄友善社会尽一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